1-1-2全大運的角力競賽於今日正式開打 守著賽程由男子主的席羅氏打上號角 在男子第二輛級中 成代表中華隊出展2018雅加達雅韻的洪英華 在肚皮上抬體戰袍 在預賽連奪三勝後順利重入金牌戰 最終連續做出兩個四分動作 以11比0的大比分差 禮牙對手拿下金牌 就是再回來摔大專盃也是很開心 因為畢竟他們都還是現役選手 我自己都已經在當教練了 就帶著平常心來比賽 把能做的技術啊 能做的動作都做出來 這樣就好了 在預賽與學長洪英華上演台體內戰的陳冠任 則是在同排戰中摔出氣勢 在比賽後段掙脫對手的壓制 一連做出兩個滾橋 順利再下同排 賽後陳冠任也表示 上午的表現不如預期 但在經過心理直上師的輔導後 成功突破心魔 心態上的成長更成為他 此趟全大運的最大收穫 因為學長是一個很強勁的對手 所以我們平常一定都會有一起訓練 他會很無私的一直知道到我中途 他說你不用去熱身 你就是好好的先把你的心理狀況調好 你就會贏得比賽 我就覺得我自己那一關要過得去 比賽才過得去 我覺得我做到了 台底角力隊在男子西螺市第二量級中 一局奪下已經一同 而洪英華及陳冠任 除了在場上是彼此最熟悉的對手外 到了場下更是相互扶持的好戰友 不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能夠給予彼此 最好的建議及幫助 記者 張玉婷 蕭品涵 桃園報導 到